随着全球化的越来越扩张 贫富差距就不断扩大 所以这就是全球化必然带来的后果 那这个后果呢 当然一方面 先进国家劳工会非常的愤怒 他的抗拒会越来越强大 所以川普出来跟这部分的怒火是有关联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顶尖的有钱人赚得越来越多 而一般的这个劳工阶级越来越贫穷 所以他们就对于这些顶尖的这些有钱人 或者精英阶级开始发生反感 这也是川普能够出来的另外一个原因 所以川普就是全球 台湾看到这么多老公家呢 用保护主义到最后自食恶果之后呢 我们其实在那个时候呢 并没有人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脱出这样的困境 到后来是有几个刘美的经济学家跟国内经济学家 就是后来所称的六院士 那六院士当中呢 在西方的经济学家里面呢 以蒋硕杰为首 在国内的就是新木环 他们就共同向当时的领导者建言 就说我们应该想办法呢 要让我们的这个 你现在看到保护主义呢 跟过去两三一两百年 我们看到保护主义呢 相反 过去一两百年呢 是老国家用保护主义来保护自己 那新一国家呢 就拼命要打开他的国门 要侵入他的市场 那现在是反过来的 现在是新一国家用保护主义保护自己 而老国家呢 他们就努力开放 可是呢 因为我们刚刚说 到今天为止 全世界还是落后国家人口 占极大多数 但还在九成左右 而且因为他们的这个 人口的这个出生率比较高 所以可能这样的比重会更大 新一国家呢 它只有这么一小撮国家 一小撮人 所以这个势力呢 它也许会 欧洲对于美国的反抗 只要是拜登 拜登他的这个清洁能源方案呢 他对于本地的很多这个 清洁能源的这个产业 给予非常大量的 金额非常庞大的补助 而这个补助呢 就使得美国跟欧洲之间 这个同业的竞争的这个地位 就不相等 你美国这么大量的补助 欧洲没有补助 结果呢 你双方在国际市场里面要竞争的话 欧洲竞争不过去 所以欧洲才开始 以法国为首 开始强力地反对美国 小的欧洲中心 那边有什么绝对 欧洲之间的 那些政策是有可能性 所以又有可能性 可能性有可能性 如果特朗普政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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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政策 更多的政策 因為我記得老師前陣子有寫一個文章 就是保護主義現在反而上升 其實對於全球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對 因為保護主義 事實上 台灣其實是感受最深刻的 因為在台灣 經濟要剛開始 要復甦之前 就是在 從大陸撤退 然後百葉凋零 然後又缺外匯 然後又很多這個 軍需物資 得不到補充 台灣最先採取保護主義 就是保護本土產業 保護的結果呢 是本土產業蓬勃發展 但是沒有多久 沒有幾年 國內市場就飽和了 繼續保護下去呢 就使得他們 也不能夠再繼續發展了 可能有發生低價傾銷 而且競爭的情況 所以台灣在那個時候就 常受到保護主義的俄國 但是台灣常受的是 最輕微的俄國 因為保護主義呢 大概在西方的這種工業革命之後 很多這些 帝國主義國家 包括英國啦 美國啦 甚至日本 他們用它的這個工業產品呢 就大量去消亡 用手工業 來生產的這些國家 像中國啦 像其他不同國家 而它的工業產品到那邊去 像這個秋風掃落葉一樣 所向披靡 沒有人擋得住 因為工業產品跟手工業相比 價錢低太多 品質高太多 所以把那些工業部門都打垮 所以整個這個國家呢 就突然之間呢 它的國力就等於是完全崩潰 所以他們就變成殖民地啦 像中國變成次殖民地啦等等 這些國家呢 其中有一些想要奮發圖強 他就說 我不能夠再讓外國 繼續用它的精良的產品 來剝削我們 所以他說把門關起來 我們自己自力更生 我們自己發展做工業 發展基礎工業 然後慢慢的 我們可以趕上新年國家 最後呢 我就可以跟它平起平坐 所以那時候 保護武器最盛行的時候 那這樣的保護主義呢 其實在大多數國家都失敗了 因為它把國門關起來之後呢 它沒有足夠的資本 也沒有技術 它根本發展不了重工業 但是它重工業呢 把資源都耗盡 所以整個國家呢 民窮財經 根本 多少年都沒有進步 裡面大概唯一成功的 是日本 日本它一方面 它接受了現金國家的技術 一方面他們保護主義 保護國內市場 就強力的去把產品外銷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 最典型的重商主義者 保護主義保護本國 然後產品拼命外銷 來賺取外匯 那最後呢 就造成美國跟它的交惡 台灣看到這麼多老闆家呢 用保護主義到最後自食惡果之後呢 我們其實在那個時候呢 並沒有人想到什麼好的辦法 可以解脫出這樣的困境 到後來是有幾個 劉美的經濟學家 跟國內經濟學家 就是後來所稱的六院士 那個六院士當中呢 在西方的經濟學家裡面呢 以蔣碩傑為首 在國內的就是新木環 他們就共同向當時的領導者建言 就說我們應該想辦法呢 要讓我們的這個勞動力 可以有效利用 然後去發展加工業 出口到國外去 這個建言呢 我們通常都會以為就是 就是蔣碩傑先生 他是國內這個經濟學界的這個領袖 在享譽國內外了 一定是他帶頭的 不過我有一次聽到這個 行運環教授說 他其實真正的這個主義 是他的主義 他們只是接納了而已 好我們現在就不管這個了 反正就是台灣就從1950年代後起 就接受了這樣建言之後呢 我們採取了幾項措施 一個是獎勵外人投資 一個是進行一次這個外匯改革 因為原來我們是富士匯率 就是你的出口商是一個匯率 進口商是一個更高的匯率 結果這種匯率呢 就使得這個出口商受到很大的傷害 反而他不願意出口 所以我們就開始把富士匯率 變成單一匯率 而在編成單一匯率的過程當中呢 新台幣等於是貶值了 那貶值大概一比四十 一美元對四十新台幣 而這樣的一個單一匯率 加上貶值 再加上獎勵外人投資 合在一起 台灣就開始發展 以紡織業為主的 加工出口業 而讓台灣創造經濟奇蹟 全世界都採取這種活動 活動匯率的經驗之下 我想我們台灣 可能也會要被迫走向這條路 我也覺得這個 經濟學家都認為這個 活動匯率是 這時候適應這個 變動很快的 國際貿易環境的一種制度 所以我個人非常贊成這個 事實上我去年夏天回來的時候 我已經向政府推薦這種制度 所以台灣是頭一個 打破了傳統的這種 保護主義的這種 智固 開始走向 經濟 我們說 非要發展 而這樣的一個模式就是 把台灣的廉價勞動力 充分利用 利用外國進來的資本技術 原料 生產非常便宜的加工品 然後外銷到限定國家 這樣做一定成功 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的公司 當時跟限定國家公司相比 大概有十幾倍以上的差距 所以你這麼低廉的工資 生產的產品一定比外國人便宜太多了 所以Made in Taiwan的時候 就橫掃全世界的先進國家的市場 而這個模式呢 台灣大概從1950年代後期呢 到1980年代後期 都靠這個方式呢 讓台灣經濟呢 平均成長率呢 接近兩位數 但是到1986年呢 台灣發生了很多事情 有外面呢 美國的這種 對台灣的這種 要求台灣提高匯率的 這個要求 要求台灣開放進口 要求台灣降低關稅 那同時呢 台灣又發生了很多這種 金錢遊戲啦 環保活動啦 勞動意識覺醒了 所以就一年之間 全部都離出台灣 移出之後 就到東南亞去 結果移出之後 台灣的經濟發展呢 就從兩位數就開始 一路往下降 降到現在大概 保二 保三 保一 而東南亞當時 接收了這些台商的國家呢 經濟成長率呢 立刻到9%以上 可是呢 到1997年 就差不多10年之後 其實應該更早了 大概1993年 對小平南巡之後呢 有很多台商就開始 向大陸的經濟特區轉移 而1997年是轉移的差不多了 這些東南亞國家呢 它的經濟呢 完全垮台啊 而中國大陸就接手 變成一個新的世界工廠 而讓中國大陸呢 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呢 變成全球第二大經濟強權 所以台灣的這個法寶 它可以用在全世界任何國家 都立刻造成奇效 而這個呢 其實是跟保護主義對抗的一種東西 它就是讓你的國家呢 它就是讓你的國家呢 不再關閉國門 你開始打開一部分的國門 讓產品外銷 讓外國的資本技術進來 而這樣一個模式呢 到最後呢 就促成全球化 而且被稱作超級全球化 全世界在過去30年的繁榮發展 還有非常低的通貨膨脹率 都是它的貢獻 老師 那所謂的超級全球化 其實發展最到鼎盛的時候 就是在疫情發生之前 那這樣子 我記得那個時候 開始有一些反全球化的浪潮 因為他們認為說過度的全球化 也會造成一些傷害 不是嗎 超級全球化從一開始 就造成傷害 這傷害的原因 其實我在提醒了 大概差不多有20年以上 我就提醒我說 這種方式的全球化 它會讓落後國家呢 快速崛起 它的這個所得 它的財富會快速升高 但是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樣的一種 落後國家的崛起呢 是靠著大量的把勞工 廉價勞工輸出所造成 而落後國家的人口 佔當時全球人口 90% 所以 90%的國家的廉價勞工 它要輸出到哪裡呢 要到先進國家市場 因為你在落國家市場 沒有意義 你的公司都一樣低 你沒有差距 所以賺不到錢 你到先進國家市場裡面 公司很高 你才能賺到錢 但是90%的廉價勞工力 要進到10%的市場去 快速會飽和 所以這個時候呢 先進國家的勞動的 這個工資就不斷地下降 而且呢 工作機會會一直減少 因為有很多廠商就開始 把它的工廠 就轉移到廉價勞工的地方去了 所以這第一個就是 它會發生工資下降 這個後果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當這些落後國家呢 都要發展加工出口意的時候 它需要資本 它需要技術 它本身沒有 要從哪裡拿呢 它要從先進國家拿 所以現實國家資本本來並不是很多 在需求變這麼大 所以資本的報酬率 跟技術報酬率快速升高 所以看到這個社會呢 就突然發生一個兩極發展 勞動的這部分 它的所得往下降 資本技術這部分往上升 這叫什麼東西呢 這叫做貧富差距 所以隨著全球化的越來越擴張 貧富差距就不斷擴大 所以這就是全球化必然帶來的後果 那這個後果呢 當然一方面 新英國家勞工會非常的憤怒 它的抗拒會越來越強大 所以川普出來 跟這部分這個怒火是有關聯的 另外一部分就是貧富差距變得越來越大 頂尖的有錢人賺得越來越多 而一般的這個勞工階級越來越貧窮 所以他們就對於這些頂尖的這些有錢人 或者精英階級可以發生反感 這也是川普能夠出來的另外一個原因 所以川普就是全球化發展到高峰的時候 他這種我們說反作用或者副作用 把它推出來的一個人物 那這樣子保護主義跟全球化的部分 要怎麼樣取得平衡呢 因為其實都各有優缺 如果我這樣選擇的話我會說 你應該先讓這個貧窮了一兩百年的落後國家 先讓他能夠過像樣的生活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優先的 那至於新英國家的這個勞工呢 他的所得降低那不是不能想像的事情 因為他的工資以來太高了 因為過去現在國家缺勞工 所以工資不斷地拉高 所以他現在降下的是回歸市場的這個正常 所以這個並不是一個天大的惡事 至於貧富差距呢 就要用其他方法來加以彌補 這是可以彌補的不是不能彌補 所以如果你能夠一方面有效地 讓貧富差距的這個問題呢 能夠慢慢地獲得改善 一方面呢又可以幫助更多的貧窮國家呢 開始富裕起來 這才是一個比較理想的過程 所以像老師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全球化到一定的程度之後 雖然現在大家保護主義當道 想要興起 可是其實在這麼超級全球化之下 保護主義的興起 其實也沒有辦法像過去人那麼強盛嘛 因為就像老實說供應鏈雖然是斷鏈 可是私底下他們只是轉移一個方式 那造成成本的略微提高 可是基本上還是在全球化的布局之下 成本可能不是略微提高 可能還會持續升高 但是呢我們應該這樣說 你現在看到保護主義呢 跟過去一兩百年我們看到保護主義 相反 過去一兩百年呢 是老國家用保護主義來保護自己 那新一國家呢就拼命要打開他的國門 要侵入他的市場 那現在是反過來的 現在是新一國家用保護自己 而老國家呢他們就努力開放 可是呢因為我們剛剛說到今天為止 全世界還是落後國家人口佔極大多數 但還在九成左右 而且因為他們的人口的出生率比較高 所以可能佔的比重會更大 新一國家呢它只有這麼一小撮國家 一小撮人 所以這個勢力呢它也許會對整個世界 會產生干擾 但是受害最大應該是他們自己 那另外就是在夹縫裡面的國家 像台灣 所以老師等於是說 現在的保護主義的興起其實是 不是從貿易的角度 而是從國安的角度 所以他們把這些在地製造 拉回來的部分也只有 以國家安全為主 所以它對於整體經濟的傷害是 有一部分可是沒有到全面 可以這樣說嗎 其實要說以國安為主 我覺得有點太過度了 你說美國是完全以國安為主 所以不斷打擊中國大陸這些生產出口嗎 我想不完全是 因為美國其實是要保持它的霸權地位了 所以它不是說因為中國大陸要侵略美國 所以它必須要把中國大陸打垮 不像以前美蘇在對抗的時候 雙邊的確是仇敵要互相毀滅 因為中國大陸並沒有說它要毀滅美國 所以美國其實是用這個作為理由 來強化它打擊中國的行動 因為我想說它移回到自己的在地製造 其實幾乎都是以高端晶片為主 那它針對中國大陸也是這個部分 然後它舉的是這個國安的大旗 不過它最主要還是要維持自己的霸權 對 那像我看很多歐洲的部分也開始反彈 就是反彈美國的保護主義 對於他們尤其是在減碳部分的相關產業 有一個很大的傷害 這個主要就是從川普的時代開始 川普開始課高關稅說 他連歐洲也一起納入其中 那時候歐洲就已經反感了 那現在歐洲對於美國的反感 講的是拜登 拜登他的這個清潔能源方案 他對於本地的很多這個清潔能源的這個產業 給予非常大量的金額非常龐大的補助 而這個補助就使得美國跟歐洲之間 這個同業的競爭的這個地位就不相等了 你美國這麼大量的補助 歐洲沒有補助 結果呢 你雙方在國際市場裡面要競爭的話 歐洲競爭不過去 所以歐洲才開始以法國為首 開始強力地反對美國 所以在未來這個減碳其實是 全球最重要的議題 所以這樣子的衝突可能會不斷地發生 因為其實各國都要 就是獎勵跟補助自己的這個 相關的能源產業 就是相關的捷徑能源產業 現在已經有一個說法了 認為歐洲不斷地在強調這個 清潔能源的這種行動 可能打致歐盟崩潰 因為歐盟裡面有些國家 它沒有辦法承受這麼高的這個 溫室氣體的成本 那有些國家呢 它非常積極地熱衷 要提倡非常重的碳碎 要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壓制這個溫室氣體 所以他們說可能2024年 你就會看到也許歐盟就解體了 所以先不要說其他國家了 就說連歐盟本身可能都會發生問題 因為這個行動非常重要 但是呢也非常激烈 因為不用這麼激烈的行動 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呢 不會再延續多少年了 可是呢一旦你採取這麼激烈的行動 有些國家它的能力 它的財富足以支持 但有些國家它承受不良 所以如果你沒有一個辦法 可以讓有實力的國家去幫助沒有實力的國家 大概這個行動呢 會造成很大的一種衝突 對抗 我們要簽了今天 我們要簽了一個合約 跟G7 通過GETP Gest Energy for Transition oùSénégal 勤了升到40% 的燃燃燃 到2030 所以在7年 40% 跟2,5億美元 我們認為 如果這個金額有移動 我們可以等待 甚至超過這個目標 因為我看其實 就是在幾次他們有關於 潛能減碳這樣的會議當中 其實都有討論到說 他們強國的部分 必須要去資助這些 就是比較窮的國家 不只是歐盟這些比較弱厚的國家 或者是像非洲國家 然後輔助他們在這方面的發展 就是提供資金給他們 所以這也是他們一個平衡的方式 對 有這樣的說法 但是沒有這樣的做法 因為這金額太過於巨大了 像我們剛剛講 落後國家的人口 佔全球比重這麼高 你先進國家 就是說歐盟 你佔了比重多少 以你這樣一個小小的歐盟 你要去針對全球的落後國家 包括非洲 包括亞洲的 包括拉丁美洲 你哪有這麼多錢去支援他們 因為我記得 非洲國家他有拿到補助 可是他還是去反映說 這個補助的金額其實太小 對他們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而且有很多非洲國家它是非常腐敗的 這個補助到底有沒有拿去讓這個溫水氣體減少 不知道 所以效果可能不高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是三月兩月可以解決的 它可能需要一個全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舉動 就共同想辦法出來 看怎麼樣真正的拿出一筆非常巨大的款項 來幫助這些能力不足的國家 但是我覺得今天這個世界呢 還沒有足夠的決心來做這件事情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一身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佛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天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身菌